儿童学习去 陪伴小朋友一起耕耘喜乐的生命原地 别轻看我年纪小 学乃乌是长动脑 竖起耳朵 仔细听 我怕问题 你接招 问题多多 请接招 哼 生有幽默感吗 小朋友好 我是圆爸爸 又到了我们一起来探讨有关于神方面的话题了 今天我们要回答的题目是 神有幽默感吗 这个题目好难回答 因为我们先要对幽默感这个词要做一个解释 什么叫做幽默感 这个幽默感的用词呢 基本上是基本上是翻读过来的 在西方他们常常会觉得这个人很风趣 很有意思 他的谈话当中没有给人家压力 或者觉得他每一次会讲一些比较好笑的一些轻松的话题 所以我们就形容 所以我们就形容这个人 这个人很有幽默感 幽默感 或幽默这个词呢 你就会发现呢 这一定是不好的 但是 从 西方的这个用词来看的话 幽默感 是让我们感觉到 这个人 是很开朗的 是很风趣的 是很有意思的 甚至呢 有的时候 你或许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人呢 是很好玩的 很容易亲近的 好 那么 对幽默感 我们有一个定义之后呢 我们再来探讨就是 神有没有幽默感呢 嗯 问题来了 我们对于幽默感 如果有的人觉得那是负面的 是不好的形容词的话 那怎么可以用在神的身上呢 所以呢 就 我们所认知来讲 幽默感 是正面的 是好的一种形容 也就是说 对一个人讲说 哎 你很有幽默感 就表示这个人呢 很风趣 很好相处 很平易近人 很容易亲近的 那 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呢 在这里 冤爸爸要告诉你哦 神 是有幽默感的 我们的神啊 是非常 亲和力 很强的 他愿意亲近每一个人 甚至呢 主耶稣也讲过 让孩子到主面前来 所以呢 在我们的认知上面 神非常接纳 每一个人 他是跟我们很亲近的 不是高高在上的 很威严的 跟我们有一段距离 不是的 神不仅仅很亲切 而且呢 他也很风趣 因为呢 神不是很严肃的 脸色啊 能板板的 整天盯着我们 抓我们错处的 不是这个样子 神在圣经当中 告诉我们说 就是我们的天父 天上的爸爸 爱地上 我们这个 每一个人 属神的儿女 所以呢 这个关系 是非常亲密的 而且呢 肯定 跟我们能够 相处在一起 就像孩子 在小时候成长的 过程当中 有爸爸妈妈的照顾 有这个 一起玩耍 亲子的时间 如果你用这样一个角度 来看神的话 我告诉你 神 是有幽默感的 可是你不要以为说 神可以随便开玩笑 那又不对了 因为幽默感 所带出来的 是一种亲和力 而不是随便的一个个性 所以呢 小朋友 你知道吗 我们的神 是有幽默感的 给父母的话 有关于幽默感 这个用词呢 其实一般的孩子 并不是那么的清楚 所以呢 做父母的 要更多的 用生活当中的 实际的体验 来做说明 但是呢 有的时候 也因为讲解的呢 并不是那么清楚 会让孩子 有个错误的感觉 觉得幽默感 就是很好笑 或者说 这个人呢 就很搞笑的样子 那就会没大没小了 所以呢 对于幽默感呢 我们是要从 很正面的来看待 就是神是风趣的 神不是那么的 严苛死板 神具有亲和力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呢 我们要告诉孩子 就像我们父母跟孩子 可以玩在一块 但是小孩 不可以没大没小 骑到大人的头上 这样就没有礼貌 也不对了 所以呢 对于神的幽默感 我们应该 更正面的来看待 而且要教导孩子 知所进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